英国皇家海军机敏集合潜艇 日前被爆出遭俄罗斯海军常规动力潜艇为脚,而一物战机,此事件引起了全球军事专家的广泛关注。 英国皇家海军机敏集合潜艇美国国家利益网站19日刊登文章称,美国海军应该警惕中国和俄罗斯海军的常规动力AIP,不依赖空气推进潜艇,这种潜艇能够对美国海军的核动力航母以及核动力潜艇构成严重威胁。 文章作者认为,美国海军是当今世界上最强大的海上武装力量,在一对一的对决中,美国海军有实力战胜任何对手,但行刑前射反舰导弹和AIP潜艇的大量出现,使得美国海军不得不正视这种威胁。 而近期发生的英国皇家海军机敏集合潜艇在地中海飞狙击事件,再次印证了这种可能性,常规动力潜艇也可以对核动力舰艇构成威胁。 美国海军航母,2006年,中国海军一艘新宋级常规动力潜艇曾在日本冲绳岛海域,跟踪美国海军小英号航空母舰,但没有被美军发现,这艘潜艇在其余雷攻击射程内浮出水面,此时该艇距离美国小英号航母不到20公里。 如果在战时,小英号已经遭到宋级潜艇多枚鱼雷攻击了,尽管时任美国海军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在2009年表示小英号当时未处于高度戒备状态,但此时还是在美军内部引起极大震动。 时间来到2018年,中国海军已经至少装备5型AIP潜艇,新型英机18潜射超音速反舰导弹,也已列装部队,其一些远比2006年的宋级柴电潜艇大。 最新型的039B型AIP潜艇,潜航时间长,航行噪音小,水声系统先进,其综合性能已经超越从俄罗斯引进的击落及柴电潜艇。 该型潜艇正是不久前在地中海水下狙击英国皇家海军核潜艇的主角。 多型AIP潜艇的入役,将成为中国海军攻击核潜艇的有力补充,成为反潜反舰站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海军送集柴电潜艇需要指出的是,即使是AIP潜艇,也不足以在水下单独对抗核潜艇以及核动力航空母舰, 毕竟航行速度是硬伤,需要反潜侦察机,水面反潜舰艇的协同配合,体系化作战,才能达到狙击和潜艇的作战目的。 战时突入敌方和动力航母战斗群反潜圈内,可行性非常小。